秦朝末年 天下苦情久矣 陈胜吴广率九百亿丛 与大泽乡接战而起 六国故地纷纷效仿 顺势变成燎原之势 烽火诸侯 兵戈再起 好一个王朝乱世 都说乱世出英雄 在这种战火纷飞的时代 是最容易出现名将的 所以那几年华夏大帝名将辈出 秦末诸多将星之中 又以三人最为耀眼 分别是秦之张寒 楚之项羽 汉之韩信 张寒原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 早年官居少府 在丽山上兼修皇陵 和名将八杆子搭不到一块去 然而 造化弄人 一场战争改变了他的一生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的齐义军直扑关中 但此时的咸阳根本无兵可用 王林远在上郡 北域匈奴 赵托子在南越 割据一方 关中秦军又分住各县 一时间难以举手 正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没有兵 秦国拿什么去抵御 陈胜的那数十万大军 就在这种时候 张寒站了出来 大胆提议去丽山摇曳囚囚图为军 镇守关中 秦二世或许不看好张寒 更担心丽山军反水倒戈 但事出紧急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只要张寒能抵住义军几日 待秦王之师归来 还不打他个落花流水 然而 这张寒是个猛人 带着几十万丽山囚图 硬生生地打垮了陈胜的起义军 由此奠定了他在秦国庙堂之上的地位 这还不算完 之后张寒领着关中子弟兵出征关东 镇压义军 一路上 张寒和他的关中军团势如破竹 打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 张寒东征仅仅数月 便击破多路势力 和王黎和军为巨路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曾经挤进崩塌的大秦帝国 在张寒的一系列大声之下 又再度焕发荣光 不得不说 张寒是真的猛 只要再进一步 张寒便能再造大秦 成为又一个武安君 然而 造化弄人 就在巨路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半路却杀出项羽 此次年轻气盛 不按套路出牌 一手破釜沉舟直接打垮了王黎 也断送了张寒的前途 当然 此时的张寒还没输 他还有二十万关中子弟兵 面对年轻的项羽 他依旧能够一较高下 不过 张寒需要面对的 何止一个项羽 在那咸阳的庙堂之上 京军于张寒功高的赵高 早已将其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张寒或许不怕项羽 但他绝对害怕赵高 正所谓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赵高的嘴可比项羽的刀厉害多了 此时的张寒处境 就好似那曾经的 赵国武安君李牧一样 面前要应付秦国的虎狼之师 背后又得防备 锅开的口腹蜜箭 最终防不胜防 还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上 张寒或许不怕死 身为军人 就该有着马格果式的觉悟 但他害怕像李牧那样 死在自己人的算计中 太憋屈 最终张寒投向项羽 二十万关中子弟被坑杀 一代名将晚节不保 蔡东藩先生说 寒不败及秦不亡 此话并非虚言 而项羽出身于将门世家 爷爷乃是楚国名将项燕 与王俭 李牧等一众战果名将 逐鹿天下 所谓将门胡子 项羽虽然说家道中落 但有着叔叔向梁的引路 加上自身的天赋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将星闪耀 项羽此人是天生的战神 邵使便力能扛顶 才气过人 其末大乱之后 项羽跟着叔叔向梁 起兵江东 盈利怀王 复建楚国 在陈慎的张楚政权覆灭之后 异军各大势力为项氏叔直最为强大 如果说此时的项羽多少还有些 以仗叔叔向梁的名声 那么巨鹿以战则是彻底奠定了 他战神的名声 公元前207年 秦将张涵惠同王黎 以40万秦军主力 围困赵王于巨鹿 当时异军正直低谷 张楚覆灭 向梁被杀 驻诸侯各怀鬼胎 虽派出援军 却出攻不出力 纷纷作弊上官 即便是实力最为强大的楚国 在上将军颂议的率领下 也是在途中逗留 毫无进取之意 纯王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谁也不愿意去当那个出头鸟 毕竟家底就这么点 赢了还好说 输了可就翻不了身了 但是项羽不一样 叔父上梁战死之后 自己的兵权被夺 本就是无牵无挂的 此战若是输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 反正不是自己的家底 但是若是侥幸赢了 那之前丢掉的所有东西 他全都可以拿回来 于是项羽杀了上司宋义 夺了兵符 破釜沉舟 与秦军死战 项羽是个猛人 手中不过五万储君 硬是击退了张寒的二十万大军 张寒一退 聚入城下的王黎军团 便成为了一支孤军 诸侯们不是傻子 雪中送炭他们不敢 锦上添花总是会的 没有了张寒的后骨之忧 大家群起而攻之 与项羽大军一起 绞杀王黎军团 最终王黎战死 二十万长城军团覆灭 秦军四十万主力 已经去了一半 而项羽也凭此军功 威望攀升 诸侯联军为其马首是瞻 而后张寒不战而降 秦军主力完全覆灭 项羽由此拿下灭秦首功 奠定了那西楚霸王的尊卫 当然 巨路之战并不是霸王绝唱 在日后的楚汉争霸中 项羽还上演了一场好戏 公元前206年 七国叛乱 项羽率军前往镇压 刘邦趁机联合诸侯发难 以56万大军指导西楚国都彭城 项羽老巢被端 自然愤恨不已 但是眼前齐帝战士未消 他实在是抽不出兵力会员 最终 项羽只带了三万经济回师 要与刘邦56万大军一战 从齐帝到彭城 少说也有千里之遥 项羽大军兵力劣势不说 还有长途奔袭的劳累消耗 而刘邦则是以义代劳 怎么看都是刘邦占据优势 然而彭城一战 项羽仅用半天 便将刘邦的诸侯联军给击溃 连刘邦都差点被活捉 中国古代战争中 仪少胜多的例子不是没有 但像彭城之战这种 三万人屠杀56万人的例子 那还真不好找 用楚云飞的话说 就是50多万头猪 他项羽三天也抓不完呢 当然 项羽最终还是没能斗得赢刘邦 该下一战四面楚歌 一代人节自吻乌江 运筹帷幄的兵先韩信是个怪胎 堪称史上最为妖孽的军事天才 他明明是贫库出身 碌碌无为 早年甚至连口饱饭都成问题 即便是后来参军入伍 来到项羽身边坐执起郎中 那也是积极无名 没有多少剑术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资历平平的小人物 却在寸功未利的情况下 被刘邦败为大将军 从此一飞冲天 不得不说 刘邦这个胆子是真的大 即便是有着萧河作宝 即便是韩信口若悬河 那也不该这么碰啊 让一个年不过25无名小卒 摇身已变成了 统领数万大军的大将军 估计当时不少人 都以为刘邦吃错药了 但是 很快韩信就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刘邦的眼光 韩信第一次统兵 就面对的是秦国旧将张涵 张涵有多猛 前面已经说过 无需赘述 然而 刚出道的韩信 用一手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直接将成名已久的张涵 变成自己的垫脚石 这一老一新的两大名将之争 最终以张涵战败 自吻谢罪而落幕 对于张涵而言 这一战是传奇的终结 而对于韩信 这才仅仅只是传奇的开始 刘邦兵败蓬城之后 开始收缩防线 与项羽对峙打持久战 而韩信则是负责打野 一路向东而行 剪除那些依附于项羽的诸侯 东征之战 韩信告诉了天下 什么叫做天才 他已区区三万人的兵力 却一路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 情味 取代 破照 可谓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最终韩信攻下齐国 为刘邦打下了大半天下 手中的三万人马 也变成了三十万大军 这等本事 堪称其撒斗成兵都不为过 最终韩信指挥汉军 为项羽于该下 项羽这一代战神 终究还是败在了 韩信这位兵仙手中 从张涵开始 由项羽结束 秦末的两大战神 最终都败在了韩信手中 一代兵仙名副其实 只可惜 韩信只会在战场上运筹帷幄 不知庙堂的处事圆滑 最终功高震主 落得个斩于中士 一席三足的下场 实在是可悲 总的来看 秦末三大名将 还是韩信要更胜一筹 张涵虽然能力出众 治军有方 但庙堂拉扯 少了几分锐气 朝廷规矩多了一丝古板 无论是巨鹿对战项羽 还是关中抵御韩信 张涵用兵都过于谨慎 缺乏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的勇气 正所谓狭鹿相逢 勇者胜 若是巨鹿一战 他全力营救王林 里应外合 死战六国诸侯 项羽未必能胜 项羽是天生战神 打仗自然没得说 但他似乎有些 过于依赖临场拼杀 好兵行险招 出奇之胜 对于正面大兵团的 排兵布阵步步为营 项羽却是少了些手段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被韩信 给围困在该下 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相比之下 韩信则是智勇双全 稳妥许多 许多人都将项羽的 破釜沉舟 与韩信的背水一战 相提并论 其实不然 项羽的破釜沉舟 是属于那种 完全不顾后果的拼命 属于不成功 变成人的典范 而韩信的背水一战 则只是虚晃一枪 背水一战是假 后方偷家才是真 相比于破釜沉舟 韩信无疑是多了几步谋划 这就是兵先的厉害之处 运筹帷幄算无一策 对于战场形势的把控 几乎是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